大家好,我是土豆 今天我们不开箱 今天我们来介绍我的所有宝可梦卡牌的收藏 虽说是收藏 但是我主要是打牌选手 所以说能算上收藏的也就只有桌面上的这些卡 自己抽到的爱丽卡 丽佳 古鲁夏 还有这三张CHR 都是比较好看的 表在了这个卡砖里 然后这里还有去年年底的一个Jumbo卡 超大号的 当时是黄金包S12A里会出的这个百变怪的AR的放大版 有普通卡的四倍大 好,接下来就介绍一下我平时打牌的一些道具吧 首先我们先从卡牌的库存来介绍 之前我们开了这么多盒卡 那么那些开完的卡都去哪里了呢 之前恶太精喷火龙的礼盒的盒子 你看这里就是之前开出来了所有的评卡 这一盒里面每一个留了四张 方便打牌的时候万一要用到检索 因为是按照属性各四张摆好的 像这一盒就是黑盐的支配者 中文忘了叫什么了 然后是这个151的所有的卡 平卡都留在这各四张方便检索 大概是这样 然后还有什么剑盾时期的一些卡 放在了这个一个破箱里 实在没有多的盒子了 剑盾 然后这些都堆在了这个地方 全都是平卡 然后这些卡几乎都没有什么卡价 然后这一箱 我们来看看这一箱 这个的话是宝可梦官方的收纳盒 而且一直都有货的样子 挺方便的 就是里面带格子的 然后这里是我以这些不用的废卡 100张一打全部存在这里 然后楼下的卡垫有的时候会100张100张的收这个费卡 还有能量卡 全部都留在这 有空的时候就去楼下卖 然后有一个把手也挺方便带的 然后接下来是 还是这种小盒 然后这个小盒里面放的都是什么呢 一些可能有价值 比如说像这种AR 有的店是30日元一张的收 R是50日元一张收 然后他们有搞这种活动的时候就去那边拿去一块卖 然后还有一些贩用卡了 有的时候楼下的卡垫会10元20元30元左右的收 到时候就拿去卖 他们这种卡垫的话都是每周搞那个高价收购 就是正好有的话就可以卖给他 然后接下来介绍我的卡册 我一共有123455本卡册 像这一本的话主要就是放了这个剑盾时期的V 的宝可梦 按照属性 然后每张四张 需要的时候直接就从里面拿还是比较方便 这是V的卡 然后里面没有什么高喊了 高喊大部分都放在卡组里了 能用高喊就用高喊 里面是V 然后接下来还有这一本 这一本里面摆的都是CHR CHR因为我入空之前出的卡 所以说比较少 然后后面是黄金包S12A开始的AR稀有度的 然后按照属性按照发卖的顺序 这样排好 需要的时候直接从里面调度 然后大部分只留了一张 除了就是有这种实用性的会多留一张 接下来下一本 这个是哦 训练师卡的SR 然后一些能量 然后大部分的高喊都在这个卡组盒里了 一会会再专门介绍 这边比较少 然后就是道馆的卡 道馆寨 里面开出来 然后不常用的都放这边了 常用的也专门收在了另一个地方 待会介绍 然后就是 这个是四乘四的 三乘四的 专门存放这个珠子EX的宝可帽 这样一排正好四张 需要的时候从里面调度 按照这个发卖顺序排 大概是这样 还是比较方便 不过这个卡套已经快要用完了 可能又要再买新的了 然后这个百变怪 我是想认真做收藏的 比如说这个 场场熊和宝可梦连连洞的一部 九章 九宫格 正好放在这个九宫格的卡套里 特别的漂亮 后面收集了一些能量卡 都不是什么值钱的卡 但是正好是大概能摆个九宫格 还是挺好看 这边还有一些没有收到的 后面就是放了一些 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宝可梦卡 放在九宫格里这样摆起来挺好看 也算是一个不怎么花钱的收藏 刚才介绍了这边的卡侧 然后要介绍 这六个小纸抽屉 里面装的什么呢 这边全部是能量卡 这是组卡组的时候 需要就可以直接从这里面拿 前面是基础能量 后面是特殊能量 然后像这边的话是一些支援者呀 道具场地卡 都是比较常用的都放在这里 然后里面有几张 放在哪个卡组里的 全部在电脑上都还有一份 Excel表格 方便查 然后上面的话就是常用的宝可梦 按照属性拍的 这边的话就是稍微有一些价值的卡 稍微能卖点钱的卡 上面还有三个就主要放的是打牌用的卡套 有些是用了一半 然后放在这可以再重复利用 然后这边是每次开卡开出来高喊 还有放到卡侧里用的卡套 这里的这个卡套的话就比较便宜一些 就是百元店的 大创百元店的卡 然后上面这是官方卡套 来看看 像这个是之前那个电影系列的 然后斗巴斯列 健忘系列的 这个是拉提奥斯拉提奥斯系列的 这个是比较传统的黄皮 皮靠的卢卡里奥金属系列 还有这些 这个好像是比较贵的那种 是Premium的 背面是稍微有点发闪的 然后正面是闪闪的卡套 剩下的像这些已经用到卡组里了 就没有 一会在展示卡组的时刻就剩 我的话还是比较喜欢用官方卡套的 虽然还有一些什么二次元的 或者是机箱物卡套 都没有找到特别喜欢的 好 然后下面是 这个是卡电 对战的时候用的卡电 然后平时开卡也作为下面铺的垫子 为什么要用这个垫子呢 因为像这种普通的卡牌 如果落到地上的时候特别难拿起来 因为特别薄 但是在卡电上的话 有一些厚度 有些弹性 这样一按 这样是方便拿起来的 还有就是打牌的时候手感特别好 再加上有些这种带格子的地方 摆在这里特别有这种仪式感 然后打牌的时候 啪 那种啪啪声 特别舒服 然后除了这个卡电以外 就是平时出门打牌用的卡电 咚咚酷金属系列的 我刚才那个卢卡里奥卡套 是一期的 全是刚系宝可梦的 这个卡电是打各种电赛 还有大赛用的 因为看起来比较沉稳 还有一个我比较喜欢的卡电 就是有点花了 大赛容易分神 咚咚超可爱的 有好多宝可梦的卡电 然后都是Q版的 特别有意思 有一次去仙台比赛 对手又有用这个一模一样的卡电 然后就被他个上面的宝可梦分神了 哇太可爱了 所以打那以后都开始用这个卡电 好 那就铺上这个我喜欢的卡电来介绍 打牌最重要的卡组 这个的话是比较特别 是我在网上第三方买的一个 这种大型卡组合 里面可以放大概是12345 五个卡组左右 然后我只放了三个 然后旁边放了一些打牌用小道具 当然这种官方的盒子也比较不错了 可以跟这个卡套凑成一顿 就是小的话就是方便携带 大的话就是去打一些大赛 的收复用 介绍一下这个大赛用 这边就是我的主卡组 然后这边两个是我练习时候用的对手卡 左边的话就是小道具盒 这里面是伤害指数 切合这个烧伤中毒的标志 然后有一个20面闪子 然后这个的话是平时比赛 就带着一个就够了的 小铁盒 里面是一个威斯大的标志 和一个硬币 然后是伤害闪子 这个的话就会更方便一些 因为上面就是很明显的写的是多少 方便拿 然后这个是官方的硬币闪 可以代替硬币 都塞在这一个小盒里就够了 然后右面的话就是一些卡组替换用的组件 这种硬的卡盒放一些稍微贵一些的卡 让它保存是好一些 然后不怎么贵的卡就这样单放 然后卡组的可能会用到的部件都放在了这里 这个在右面就是备用的卡套 就是打牌的时候有可能会卡套不小心就是裂开 裂开之后的话就可以瞬间替换 就是避免浪费时间 因为比赛的话每一场对局只有25分钟 这25分钟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重要 因为大部分的比赛如果时间到了没有决出胜负 在这个预选阶段就属于双败 双方都算数 而且小分特别低 好接下来就是重头戏 我的卡组 然后这个是我从今年1月份一直用到现在的卡组 我的卡组是里面是用的官方套 外面再加一层这个花椰菜磨砂套 一面磨砂一面透明的这个套 这样的话就是方便洗牌 官方套的话就特别容易粘在一起 然后比赛的时候都用这个 就是好多人也是用这种纯色套 纯色套的话里面就不用放内胆 也可以放内胆 像我的话是放的内胆 圆角的内胆 这种的话就是看起来比较就是朴素一些 然后整体会比套官方套再加外套的这种会小一圈 手小一点也方便洗牌 然后呢我的手还算比较大 这种官方套加外套的也是挺方便的 然后这个外套的话在日本的话 这一款花椰菜蓝色卡套特别的有名 在所有的商店几乎都买不到 只有运气好的时候在亚马逊上可能会逃到几包 有的时候店里正好进货赶上的时候可以买到 其他时候几乎都是买不到的 这个我备了不少作为备用 前面的话也有一些就是内胆卡套内胆 然后就是这个卡组的内容了 这是我最喜欢的迷失轴鬼龙 耶 这个卡组我已经用了8个月了 我们展示一下吧 咚咚全部摆出来了 可能会微调比如说南加摩放两张啊 去掉一张刺刺级啊 或者是去掉一张鬼龙 这个鬼龙正好SR还是差一张 现在还在路上没有到 或者是放一张超重球啊 然后加一张乌乌啊 就这种微调之外 其他的话这个卡组几乎没有变 就根据环境稍微做一些改动 然后这个卡组的话 现在粗略的一算大概也有14万日元 大部分都还好是F F标 才能再用一年 退环境的时候都可以卖掉 当时买的话像这个雪道 一张才3000多还是4000多 现在已经涨到5000多了 像这种磁力糟 吊杆2000多买了 现在涨到3000多了 1000多买了涨到2000多了 南加摩的话是228买了 应该还没变化 次次级的话是3500买的 现在涨到5500了 感觉是相当于是一笔投资了 还有这些早期的能量 状态还是相当不错的 都是10002000买的 现在看店里卖都是四五千买 就是这样的一个卡组 我拿他打了城市赛 拿到了一个前四的成绩 这是第一次 也是我的最高成绩 然后是道馆赛的话 应该是有七八个 七八个冠军 还有就是非官方的比赛 盒子争夺赛 也拿过一次冠军 当时的奖品是一盒 未开封的水龙盒 然后我们发现 我之前抽中了一盒这个 这个是WCS2023的纪念礼盒 里面有一张皮卡丘的皮卡 这个盒的话是原价3500 现在已经涨到35000左右了 之后好像还会再有新开抽选 到时候再抽一个吧 这个的话就先以未开封的形式保存着 传家宝 是10倍的溢价 好 回到这个卡组 我还放了两个环境里的比较强的卡组 比如说这个最新款的沙奈朵 沙奈朵EX卡组 这个是环境里最常见的了 所以说就平时也会用这个卡组来相当于练手 然后这个的话是用来专门打新弹的卡组 新弹就是指新的卡牌发售后的一个特殊规则的官方小比赛和这个道馆赛是一样的 但是一定要放4张最新合理的波克梦卡 比如说这个波波和这个大笔鸟一共要放4张以上 那根据规则有可能会允许放那个几点5盒几点5盒这种感觉也有 这些卡组的话平时我就是这种左手打右手的练人练习 比如说对手是沙奈朵 我这边是LOST的鬼龙 平时就可以这样自己练 7张对手7张 这边没洗牌忘了 展示完之后这个卡组还没有洗牌 洗牌的话 他要玩其他的卡牌或者玩破坏牌都有很多手法 其他的也不太了解 宝可梦卡牌主要的洗牌方式就是这种插洗 然后是这种硬度硬度洗牌 混合洗完之后再来这种这样这样白 这个花椰菜Blocco里的这个外套实在是太好用 而且耐酒度特别强 怎么切洗都不容易裂 然后买了那种杂牌的外套一洗就烂 一洗就烂 那我还不如买稍微贵点了 耐酒高的一些 好 有塔丹Pokemon 然后摆6张 然后给对手 哇对手没有塔丹Pokemon 然后重新洗 平时大概就这么练 1234567 这好7张好 塔丹Pokemon 摆6奖 左手打右手开始 好我先攻抽牌 发动 发动 Battroby Pass Qwawa 给Kuga 然后看看奖 看看掉了哪些掉进奖里了 平时练的话就练习的话省点时间 还有省一些精力的话就可以自己偷偷看看 一共掉了哪些奖 这都是没洗开的感觉 大概知道掉了什么奖了之后 再用一张Nest Ball 平时就大概这么练 然后我这边用完了之后 回合交给对手 然后右手 右手打Battroby Pass 好到这里了 当然的话这种打牌 还是跟朋友一块一起打的话 双方都会有提升 可能会更好一些 最后展示一下 最新买的 叫什么来着 叫米粒龙 上弓形 这个看起来特别像个炸虾 特别可爱 还有这个 这个新设计的这种糖果盒 就用来放一些收藏的硬币 也不算收藏了 就是一些比较可爱的硬币 欢迎大家分享自己喜欢的卡组 对战心得 以及卡套卡盒等周边 我是土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